字幕提供 嗨 初香歡迎來到今天的幫主堅強時間 那今天這集的話我們來快速的帶過這次禮包 好 那這次出的六個禮包 有一個已經不見了 對 它不見了 它是這個32強的那個 那應該是跟著比賽啦 一樣就不見了 所以變成只剩下四強的這個 我原本以為它不會下架 結果它很快速的就把它下架了 我看它什麼東西都沒看到 好 那有一個是之前的啊 就是這個找鳥包 找鳥包的話我覺得就是 算比較小包的 一百塊而已 就是你可以買啦 這為什麼都長得這麼像啊 這個 這個可以不用 它 道具沒有疊這麼好 然後這個990的這一個 這一個的話是它的 比較平均啦 就是它的疊的東西比較平均 有鑽石有幣 那如果你要鑽石比較多的話 剋這個 應該說鑽石跟 8596 剋這個 那金幣也不差 所以這包其實不錯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 自尊四強 這個的話是 SS藥水 的量比較多一點點 但其實也只多個十罐 然後其他東西的話 我認為它是一個 幣比較多 但鑽石給的 沒這麼多的禮包 所以我覺得 除非啦 你是真的就是 我全部就是SS藥水 不然其實我認為 七月衝刺 會是這次 唯一一個 我認為 需要刻的禮包 對 如果你缺賺的話 當然如果你覺得你不缺賺 你缺幣的話 我還是覺得你刻那個990 就好了 那還有一個2990最貴的 這個的話 我覺得其實不用 這裡面的話 SS藥水 只給二十罐 還不如買其他的 其他的 像剛才那個七月衝刺 都給到三十罐 他就二十罐 鑽石筆子又輸剛才七月衝刺 金幣是比較多 但 你用那個金幣去換 這些東西 我覺得其實不太好 所以我認為 其實說 它就只是多了那個LV20 如果我們就筆子來看的話 看看那個990的 其實差距並不大 所以我覺得也沒有必要刻到這個2990 這個應該是這次我覺得不用刻的 好 基本上就這樣子 我們把那個開一開 就是 如果你要簡單的懶人寶的話 我覺得就是 我這次會刻七月衝刺 就是有85也有96 然後藥水給的夠 鑽石也可以補強 你鑽石真的多要爆 你只缺幣的話 我這樣看起來的話 我覺得 看起來 幣的比值最高的 會是990那包 那 那包 其實也就是幣的數值 看起來比較高而已 我會寧願犧牲一點鑽石跟一點點的幣去換 比較多的藥水跟強化箱 就是剛才的那個至尊式牆 這個的話是我剛剛講的 100元這個 就是便宜的東西 就20億加上2000鑽石跟一張 超級中華隊 這是什麼 喔那個 挑戰的我還沒開 喔這 上次的我還沒開 欸完了完了 是哪一包啊 應該是這個吧 沒差啊 反正我隔壁那包也開開好了 反正這個超級中華隊大概看一下 那10億嘛 然後另外一張 現在超級中華隊也是掉的蠻慘的 這應該是之前的東西吧 反正自己順便開一開 10億差不多啦 沒有啦 你的10億都不到 反正差不多在這邊啦 所以剛才那包10拿差不多27億 還可以啦 100塊換27億加上2000鑽 我認為還可以啦 好那今天這部就這樣啦 就是我覺得 你要刻就刻那兩包 1320的就好了 其他的話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子啦 如果不用去看990的話 990的就是說 他的道具 給的比較少 但是他的 金幣跟鑽石箱最比較平均啦 好那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幫熊鈴鈴知道 那如果你有其他想法的話 歡迎在下方提問 我們就下集再見了 掰掰